黃毓民議員 或者常識考慮 他是應該 將三個堆田區 捆綁在一起 來立法會過關的 過不了表決不了 那就算了 你自己游說不力 很奇怪 你計算一下數 將軍路不夠票了 你主動撤回文件 然後屯門那些很欺負嗎 基本上你死定的 這個是常識 一個政府 一個環保局局長 這個基本的常識都沒有 將軍路那裡你是撤 然後屯門你就去 然後民建聯就糟糕了 是不是 他幫你都死了 所以我又提 給我建議你有篇文章 你可以再翻看 7月8日信報有篇文 叫做有欲無榮說法 不攻自破 文建聯應該要細讀 為什麼民建聯 你棄屯門 或者棄屯門 而不是將軍澳呢 即棄屯門的意思就是 你棄屯門的居民 但是你不棄張軍澳 是吧 反過來來說 或者叫保住張軍澳 沒有事 然後就棄屯門 日出康城全面落城之後 有十萬人居住 在區議會可以拿到三席 足以左右這個立法會的直選 哦 原來如此 是不是 如果真的這樣就真的很稠了 是不是 當然 希望不是這樣 是不是 就是因為你有很多內幕的民建聯 一會兒 你應該回應一下我吧 是不是 你不就知道很多內幕先 那個選區重新畫界 不是畫到一些 有些你有著數 有些你要計算了 因為你現在已經是一部 很成熟的選舉機器來的 已經是 很多事情都要考慮的 是不是 我現在都是 陰謀論來的 就是引用報紙說的 是不是 引用一些人說的 主席啊 席偉俊舉手 席偉俊議員 主席 今日的題目就是 推動廢物循環再造業 創造就業機會 請毛鵬ищ尼議員 就這個議題發表意見 拜託 黃毓民議員 請你圍繞一下 這個議題發言 主席 我都是圍繞這個議題發言 而已 問題你要看看 比重嘛 有時 謝偉俊也是來提的 不過沒所謂 他既然提 我就照說 沒所謂的 對我來說 沒分別的 你叫我回頭 我也可以的 我們可以這樣看 我又不會去回應 因為只剩下幾分鐘 去年競選的時候 香港廢物問題 處理問題 梁振英提出三點應對 冠冕堂皇 首先 又要採取源頭減廢為主導政策 降低學建堆填區 或者增建焚化炉的壓力 在必要時 才以焚化方式處理固體廢物 並採用最新技術 配以相連的地區設施 輔助社區發展 其次呢 就是大力推動回收業 發展回收業 以及推動消滅廚餘運動 到了本年一月發布的施政報告 以及最近的所謂施政一周年 的匯報 就一被煽動 這個堆填區飽滿的恐慌 源頭減廢的措施就欠奉 這個什麼特首什麼政府啊 是不是 說一套 就做一套 是不是 根據政府的民件 將軍老打鼓嶺 以及屯門三個堆填區的擴建方案 分別佔地43 70 以及屯門三個堆填區 如果將來可以提供的額外堆填容量 來計算三個計劃 分別可以提供 650萬、1900萬和8100萬立方米的堆填空間 即是單是一個屯門擴建 已經等於12.5個將軍老的擴建 所以黃錦昇輕易放過這個所謂將軍老堆填區 是不是 這個大家看到背後又有一些這樣的原因 我們今天說這個議題 很多同事都說到堆填區 當然 這個議題就是推動廢物循環再造業 創造就業機會 但是今天我聽到尾 真真正正環繞這個題目 去說的人 就真的不是太多 是吧 個個都去講到一個 明天要拿來這個財委會 那個所謂堆填區擴建方案 或者研究方案也好 什麼都好 是吧 就是在那裡握神弄鬼 其實始終你都是會失敗的 這個是必然的 是吧 講到這裡 我又要來一點點提 主席 近日有一個行政會議照襲人 叫做林煥光 他出席電台節目的時候就說 今屆政府管治是歷來最困難的 一兩個議員拉布就可以將政策拉倒 是吧 有些本來想妥協的政黨就寧願自保而走向極端 問題的精結就是政制不合時而追 最好就修改比例代表制 就是一個人 屁股決定腦袋我們可以理解的 不過好像林煥光這些人 我覺得極為無恥 黃議員 黃議員我認為你也來了題了 所以源頭減廢是那句 今天也很流行的 就是陳志全說的那句 要由政府做源頭開始減廢 首先減了這個容冠 今天議題涉及多項技術性的修訂 大部分我們都會支持 香港處理廢物的政策 其實已經嚴重落後於鄰近地區 本會也曾經多次出團考察 包括日本和南韓去參考別人的處理廢物的成功經驗 我也有參加一個團 大家也看到很多同事也提到 將來我們也有份報告 這裡不需要辭廢 局長也有份去 他自己也很清楚 他的環保處的同事 也對鄰近地區 人家減廢的困難在哪裏 成功的地方在哪裏 都療如指掌 我在這裡希望副局長坐在這裏 是吧 我覺得明天 那個文件你最好就收回 利用我暑假大家重長計 孟議員這段時間到了